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关于女性的一种腐科的问题 就是一些叫卵巢流肿 原来刚刚都发现到我身边的朋友有些家长 最近刚刚遇到我家长才告诉我 刚刚刚做了几个早前才做了割除子宫流肿的手术 其实听起来都好像挺普遍的 很多时间都可以 因为很久之前也有另外一个女朋友 生完BB的时候就顺便割除子宫流肿 那个卵巢流肿的东西 其实是属于如何形成的问题 袁先生 可不可以和我们评伦解释一下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些经验的 因为原来这一类的所谓叫卵巢囊肿 英文叫Ovarian cyst 其实是挺普遍的 在医学上的记录大概7%女人 往往有几个小小的囊肿 在卵巢囊肿 不通不姓 所以很多时候她都不会知道 但是这个问题是会导致不同的问题 比如不孕症 肥叛症 那个暗瘡问题 或者旌期是周期不准 不规律 或者甚至乎是没有了旌期的 当然也有时候会发现 那个面部或者身体的毛 毛块多了 这些都是一个属于 在卵巢的农肿的其中的症状 很明显的问题背后 就是荷尔蒙的失调 那当然有些严重一点 就会觉得很痛的 有时候呢 比较容易看到 就是排卵期 那时候会感觉到痛 甚至乎会出血的 那就是视乎那个农肿的性质 有些是我们叫做Follicular 是那些小粒一点的 薄一点的 那些通常就不会容易出血的 但有些Dermasis 就比较厚一点 就没有那么容易出血 但有很多时候呢 有些人是会觉得会肿痛 会不舒服的 但是既然我说 很多都是因为不痛 所以他也不会发现 直到呢 他带到呢 刮到呢 之后呢 才去再进一步检查 那就发现 咦 原来有这个问题 那其实呢 你说的成因呢 我们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其实有九大病的成因 是 其实归根到底呢 所有病的基本的成因 都是毒素内聚 营养不良 OK 毒素内聚营养不良 这个是导致我们人类 所有的病的基本的成因 那所以在处理这个 那个卵巢 农肿这个问题呢 我们都大外都是这样的 就是看一下 那个毒素的来源 有办法帮它减低它 那所以营养补充剂呢 来到调理的 那但当然呢 在现在的流行的 所有医疗里面呢 通常遇到这个问题呢 他们会怎么样 会割掉它就算了 是的 会割掉它 那但是大家 听我们节目的 了解自然医疗的听众 大家都知道呢 其实 其实将一个器官 一部分割掉它呢 是不是等于你医好了 那个问题的嘛 嗯 比如这个 你的身体的手指 有个手指 整天都是滑洋的 或者是烂烂的 那你就将他的手指 切掉它 那你不会告诉他 哎呀我医好了这个毛病呢 是吧 切掉它 即是很明显的 不是一个真正医好的 那当然了 真正的医好呢 是要将那个 器官呢 是复原它原来的功能 那这个是我们治疗里面呢 就会采取一些 就是比较上 是低侵犯性的方法 那好了 那基本上呢 我们都觉得呢 是营养不良呢 是一个背后的原因来的 那所以我们在处理方面呢 我都有很多营养的补充剂 那其中呢 有些油啦 譬如那个月健草油啊 黑加仑子油啊 鱼油啊 这些都是一个 就是经常用得到的 那我就会用个巴黎菌 巴黎菌大家都了解 是 我用很多些 那个二绿素的那些粉 再用 啊 刚才所说的 那个月健草油啊 或者鱼油啊 或者黑加仑子油啊 再加上白叶子啊 嗯 那个姜黄粉啊 这些就是消炎的工具 那这个是基础来的 那但是我也都知道呢 背后呢 是个肝的 因为肝是一个 荷尔蒙处理 排毒 消化的主要功能 那所以在处理那个 那个 卵巢 这个囊肿的问题呢 我都都用一个 用一些肝 就是补肝的草药 是 是 你都做打底 就是呢 调好的肝 令到肝的本身的 啊 那个排毒功能呢 是 康复回的 啊 还有它处理荷尔蒙的能力 加 就是会复回的 那我也都 在Geneira 我也会用一些 啊 就是乙型保营啊 和那个卵巢有关的 营养 营养 本身呢 啊 都会用 啊 我有个formula叫 Simplex F 就是female 那属于一种 啊 就是乙型保营的工具来的 那 除了 啊 就以我曾经说呢 毒素内聚 是主要问题的根源 所以我们都会用了呢 除了用那个草药的 护肝的工具之外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清肝 清肝 清肝胆的治疗 啊 那也都用洗肠 啊 将个大肠的污染 啊 就是大肠 最容易聚集污染的地方 和大肠也都是 大肠癌 也是第一大的 的文明病的杀手来的 那 所以用了洗肠 还有一个呢 是叫做体质水疗 啊 我们叫做Constitutional Hydrofairy 这个都是传统呢 是西式的自然医疗呢 常用的工具来的 那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呢 我们呢 都会用在 用一些 处理的痛情 譬如有些人真的很痛的 那我们就 有我们的 淘口小年精啦 啊 好处就是 用那个 用在那个 压痛的地方 痛的地方 那你知道 就是卵巢呢 是我们的 腹部下 下边小小的 两旁 OK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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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卵巢的位置来的 那有时候呢 是会痛起来的 有时候又会痛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都要急痛呢 都要处理它 那我用那个 Space Healer 其中一个 太空小年精 那我亦都用一个 叫做沉麻疹油的 castle oil pack 是吧 是吧 在我们听过节目呢 我们过去也曾经说过 那你可以找回那一集呢 来听一下我们 如何应用的 那这个 这个castle oil pack 呢 就可以敷在那个 而敷在那个 痛的地方 那也有时候呢 我就用那些 叫做透烈治疗 Divermi 嗯 用热治疗 或者呢 用那个 Bma 这一类的 Bma 这一类的 是那个微循环的治疗 那好了 那除了这些工具之外呢 我当然呢 都会用很多的 不同的 同一疗法的疗劑 那当然呢 这个就视乎呢 那个 那个 病的地方 和病的部位 嗯 那 譬如一个 我们常用的疗劑 那我们看一下 左边右边 有很大的分别 那最常用的疗劑呢 就发生在右边 譬如你知道呢 通常呢 是用超音波 是 简单来说 超音波 有些呢 就直接呢 就会破幅呢 用内规镜去看看 那如果发现问题 在右边呢 那也会发现很肿胀啊 冤冤痛痛啊 就是很肿大这种的呢 我们的其中的主要疗劑呢 是黄蜜蜂 知道了 蜜蜂呢 针了之后呢 就会肿的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是用在右边 比较多的 那还有一个疗劑呢 就比较上呢 是整体性的啦 譬如通常出现在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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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的 多囊种下 子宫和那个 卵巢都有的 那它症状呢 通常呢 就会有一种 啊 劇烈的痛下 一种刺 就是刀割的痛 在鸡蜜的时候 那或者呢 鸡蜜呢 可能来得太早啊 或者太长啊 或者大量啊 那加上有些是缓云 那这个病人 通常这类的病人呢 都比较上是怕冻的 那我们的疗劑呢 就是抗炎 那这个是一个整体性的 的抗炎的疗劑来的 那 除此之外呢 如果你的那个 比如那个问题呢 就是那个部位呢 比如在左边的 那我们的其中一个 常用到的疗劑呢 就是南美蛇毒 啊 那Lecasus 或者呢 是Souya 这个 所以呢 在同的疗法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要视乎呢 当时的症状 和病人的体型啊 体质 那我们就配到一个疗劑的 那在处理痛的方面呢 啊 我们的疗劑呢 在急切用的时候呢 可以很快地用 是 比如痛得很厉害的时候 我们的疗劑呢 我们要求呢 是一两个钟头应该有改善的 嗯 如果不改善呢 我们就会可能转疗劑去继续去用的 那 当然来说呢 呢 长远来说呢 我们除了陈姨所说的 我们要排毒啦 要清肝胆啦 保肝啦 和基本的营养素 调理的身体之外呢 那我们有一些和疗劑 都是可以长期呢 去应用一段时间呢 那那个囊种 那个肿囊的问题呢 就会很快呢 慢慢地 就会消失的了 嗯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我们所谓叫做 囊种 就是啊 通常是良性的 但是呢 如果有很多人呢 是出现了什么呢 是那个卵巢呢 是癌症的 是啊 就是可能初期的时候 没有发现到啊 或者是没有去处理它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都是 就是怕不知道怎么样的 医生可能叫他开刀的时候 他又不想开 没有理会 那其实他是不是慢慢地 会发展 就是有机会 发展到呢 是个卵巢癌这样的呢 是 那如果真的去到卵巢癌的时候 就是我们怎么可以 就是有些什么症状 可以留意得到 而被它发生的 就是它发生的时候 就是呢 那有时候呢 我们都要 一般的人 不是经常去检查检查 有时候都未必 无缘地去检查 没什么作用的 那通常呢 我们有些症状出现的 譬如如果你 经历到下列的症状 譬如 就是持续两三个礼拜呢 是 那譬如第一呢 个人的肿脏 气脏 OK 整个肚子里面呢 好像很多 很大的 就是很多气 就是无缘之间 就是没什么可以解释到的 那这是第一个症状 第二个症状呢 就是很密 和尿很急的 尿频和尿急 那第三个症状呢 就整个觉得自己呢 就是消化不好 作门 便秘 或者是肚射 这个第三类的症状 那第四个症状呢 就是呢 就惊奇的问题了 就是惊奇出现问题了 或者惊奇多 少啊 或者呢 在性行为之后呢 有痛的问题 OK 那第五呢 就是个人特别累了 異常对累呢 或者呢 是有背脊 就是有腰背的问题的 那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无端的 就是遇到这些 这样的症状呢 可能维持到 成两三个礼拜 也都没有什么可以解释 嗯 就是如果你说我累 那因为我睡得不够 那你可以解释到 是是是 就是有些这种情况出现了 整个多数个礼拜呢 而自己不好呢 那这个呢 大家就是需要呢 进一步去去检查一下 去检查 就是希望呢 就不会出现这些子宫 就是卵巢癌 这个问题的 那现时来说呢 其实就是在西医那方面呢 他们一般的那个手法呢 都是去割了去 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的 那好像刚才余衣生一开始说的时候 割了去 是不是等于已经治疗了好的呢 那其实我们对 所有的身体的状况的问题呢 如果出现了的时候呢 其实都应该去及早去医治 采取一个呢 是比较是积极一点的办法呢 去医治 就不是说等割完了去 就等于呢 是好回 而是有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应该是余衣生的 临床上经验之后呢 有些病就是 割完了以为好回 但是出现了后遗症之后呢 其实更难处理更难搞的 是不是 是啊 没错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因为呢 大部分这个的 那个卵巢囊肢是不痛的 嗯 所以很多人呢 都没有去察觉 那直至到呢 真的感觉到 那个腹部 即是旁边那里呢 那个卵巢的地方 是肿胀了 摸得到的 那他才去跟进 那当然了 遇到一个 有些人看到 哇 这么大 这么大 很害怕的 是的 是是是是 以为急急呢 就一定要去去 那其实不是的 嗯 我们是可以呢 是用其他的方法呢 是可以 就是慢慢地去治疗他的 那有时很多的水浪那些呢 嗯 都会因为我们的荷尔蒙的改变 是 就是变了有时 荷尔蒙那个 那个荷尔蒙的过程里面呢 有时那个荷尔呢 那个荷尔呢 是本身呢 自己会发大的 嗯 那接着它会爆走的 就是那个荷尔那时候 是 那有时呢 这些荷尔蒙了之后呢 那个水浪呢 还是可能呢 是停留 维持一段时间 嗯 但是这些都会自己都会 顾顾顾顾顾的 那所以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要 比较要耐心点 小心点看着呢 那症状 当然呢 如果你有痛啊 那样 比如那些 那些消痛啊 抽痛啊 或者尖泪啊 插痛啊 那这些当然呢 我就要用一个 适当的疗剂呢 去对症下荷处理它 嗯 当然刚才 袁医生提到那些 在我们自然医疗 那个处理的办法里面呢 先是排毒 再补个营养 那个方面呢 那在排毒那方面 我们做那个的 清肝胆啊 洗腸啊 或者是个体质水疗呢 基本上这三项的 的疗程里面来说呢 可以说呢 做一个先清后補的工具呢 不需要一定 你有个问题才去做的 其实要保持住 做住这些 一直帮自己的身体去做 那个的定期的排毒呢 对于 不是说只是这个卵巢的狼种啊 或者是 真的说出现了癌症之后呢 其实都会 对于我们增重的健康 亦都很有关系的 那么 也都提到过 营养素那方面呢 那个 那个 月健草油啊 鱼油啊 或者黑金铃子油啊 那个 绿草粉啊 白 蟋子啊 姜黄啊 这些 我们日常都是可以 用来做我们的 营养補充的 那么 有人都觉得 现在这个环境 为什么食物那么充裕 怎么会营养不良啊 我们是食物充裕 我们身体吸收了的营养 其实都很有限度的 那么如果你的身体状况 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也都会是积聚了一些毒素的 所以永远我们都是 希望可以大家 保持到一个 是一个最高的 一个健康的状况之下呢 永远都是 我们可以减低了 那个身体的毒素 而去增加一些 真正正身体需要的营养 出现了问题呢 就是去及早 找一些自然的办法 自然的医疗的方法呢 极低侵害性的方法 去做一个及早的治疗 就好过呢 等到去到后期 以为割了之后 而出现后遗症 再去处理的时候 更加麻烦的了 多谢袁医生 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三个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预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麻烦你了 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 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六创意健康店的网址